大家好,欢迎回来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NHK 我是我们节目主持人Larry 我们今天想谈论一下美国海军部长 布雷姆最近说到成立第一艦队 主要布雷姆说到一个新海军司令部 应该重点建置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中间 这次布雷姆出席了海军潜艇联盟的年部专题论会 上面有公布呼吁增加艦队数目 艦队数目第一艦队在以往二次大战之后成立过 当时在西太平洋这边 当时还没有第七艦队的情况 第一艦队当时活跃在西太平洋附近 即使中华民国台湾退守到台湾的时候 其实也是第一艦队在附近 去保护台湾的安全 现在说到第一艦队 当年1973年左右 被第三艦队取代了 后来也分裂了第七艦队 主要是日本华蜀河军港 作为拱卫东亚地区 主要第七艦队是处理整个亚太地区的冲突 现在如果恢复第一艦队 整个太平洋司令部整个 划分的权力将会不同 有好几样我们今天都会看 包括如果划切第一艦队之后 第三艦队如何处理呢 是否将来取代第三艦队呢 或者第七艦队是否被归入第一艦队的情况呢 我们刚才说到 如果权力划分的情况 原本在美国的艦队中 主要有234567 最近加上第十艦队主要是 关于cyber space 即是关于网络空间的状况 第二艦队拱卫着美国的东海岸 第三艦队拱卫着美国的西海岸 然后第五艦队是中东 第六艦队是欧洲 接着第七艦队会在我们所说的 横水河这边 即是西太平洋的阶段 所以你发觉如果现在的划分 都相当之特别 主要我们现在要研究 就是这个第一艦队 是否将来与第七艦队分工合作 因为如果我们将第一艦队设置的位置 放在新加坡 如果像他所说的 就是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十字路口 即是说 接着是前出太平洋和印度洋中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是一个很战略的考虑 因为战略的考虑 就是如果可以在马六甲海峡位置 可以封死于解放军前出 由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的道路 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个很有限切断 中国的能源生命线方式 所以如果一注重兵 这个第一艦队 将来对解放军的海军 我相信是有极大的影响 或者这么说 如果现在你看到布里布 他之前有传出 他曾经和上一任的国防部长 艾斯柏克讨论过这个计划 艾斯柏克我相信 他也挺英的 挺英派 所以应该都会赞成 不过现在 他就要跟Christopher Willis 谈谈 究竟应该怎样去布置 Willis不肯定 究竟未来的定位是怎样处理 但如果未来可以看到 例如说特朗普连任 特朗普连任后 我相信这个国防部长 也会做下去 源自于第一 他本身是一个反空小组成员 以往的重兵经验 他也是一个比较硬硬的人 而且主要凡是军老 都能够执行命令状况 我们现在要看第一艦队 第一个情况 就是总部应该在哪里 我个人觉得 新加坡就不是很够位置 因为如果未来 你看到第七艦队 有个旗舰的位置 就是华水河军港 你见到华水河军港 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军港 如果新加坡的张宜海军基地 够不够 我就觉得规模就不够 所以你说 如果要成立到新加坡 那么新加坡的张宜海军基地 必须抗议 似乎他会放什么 例如说 第七艦队会放一架航空母船 主要是列根号 有没有机会 要放一架航空母船群 我们暂时看 资源不足够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 我们举例 放福特号 可以吗 因为福特号 基本上是处于训练的状态 如果我们可以将福特号 其实正在服役 将它执行在新加坡 在基地驻扎 可以这么说 立即群魔阵涉 你想想福特号 一个这么新型的艦 虽然战斗力是如何呢 它有IOC 但其实它的战斗力是如何 我们都未知 但如果上面 就算我们不要说 放在F35C上去 你只放在超级红峰上去 多一点的训练 作业等等 可能它可以配搭的 现在的 港德洛加级的巡洋舰 和阿里巴克级的驱逐舰 其实都能够在海峡位置 即是阵守着 这么说 对附近出入的中国潜艇 其实都有一定的威胁 另外 因为传统以来 在新加坡海军的 章颜基地这边 都有这个泵海战斗舰 在这里部署 所以现在想着 即是第一舰队 现在来 可能初次的时候 就不会有航空母艦战斗群进驱 主要都是在泵海战斗舰 在这里处理 那里其实 这个西太平洋的后勤中心 或者我们叫做 第73的特选队 其实现在是在新加坡 其实它主要统筹整个西太平洋 还有印度洋所有军用的运输 还有海军一些维修 辅助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 基本上就是整个 第七舰队在东南亚地区 南亚地区的一个 后勤的总代理 或者战区的安全合作 各个的总代理的情况 所以现在你看到 如果在新加坡建设 都有一定的方便程度 因为本身 其实已经有西太平洋部队 一些后勤support的小组 已经在了 分别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舰队 就不会大规模进行防卫工作 它主要是进行一些 部级工作 组织上的工作 协助第七舰队 在东南亚 南海附近游役 但是说真的 你见到第一舰队 接下来 可以牵涉的范围 都不是小的 即是如果你看到 他接下来 假设如果将他的分工 第七舰队 你见到 总部在华衰河 然后他去到新加坡为止 然后新加坡 然后就过去 印度洋附近 这个你见到 这个就是第一舰队 当然你见到 他的位置上 可能会跟现在的第七舰队 和第五舰队 是有少少重点的位置 但我个人建议 将来的划分 可能他会在 麦加拉湾 或者我们说 安达曼海那里开始 然后就会去到 南海的位置 覆盖了 而第七舰队 就可以集中少少少 在东海 在东北亚 阿拉斯加 附近的位置 这个就是可以 第七舰队 专心应付 前出西太平洋 到夏威夷附近 这个地区的安全 第一舰队主要负 南海至印度洋的安全 这个分工 其实可能可以令到 第七舰队 没有那么疲倦 令到之前 我们说 阿里巴卡的驱逐艦 有几次的相撞事件 一次是菲律宾 一次是日本 可能会减少 减少船员疲累的状况 但说到尾 第一舰队 暂时能够可以 调动到的船隻 大型船隻 我们相信就不太多 因为自从肺炎之后 其实很多海军的船 都需要在海上出巡很久 我们说过 曾经试过去到270天 都敢死 真是令到船员疲于奔命 其实船可以用的船数量 都是续勤建策的 所以暂时 我们相信 第一舰队的建成 会有一定的难度 另外 有些人会关心 关于第一舰队的指挥艦 处理方式 第一个 有没有机会是南领豪 南领豪应该不会 南领豪 最始终 他现在也要震收 他的大本营 第七舰队 所以我相信 就不会过来 他的姊妹艦 可能有机会抽调 过来帮帮忙 或者用一些 可能相对很先进 通讯器材不太强 南领豪的舰队 暂时先做旗舰 长远来说 如果真的有机会 建立第一舰队 可能南领豪这种 的指挥艦 都要起到一只 然后就在第一舰队 所以都要看 第一舰队暂时 在这麽速箱建策的位置 很难调配到 大型战斗船 过去 但如果这个画分 亦都看到 美国重视了印度洋 这边的状况 而且对中国来说 其实压力会很大 因为它会主要压制 它的水下部队为主 我们相信 当然 另外一个关注点 就是 会不会有空军的配合 例如来近南海附近 会不会再针对 南中国海的导招 南中国海的导招 主要集中在西沙 和南沙尼大 说到南沙和西沙 我本来认为 南沙地区 中国大陆 虽然投资了大量的金钱 大量的部队 在那里 但南沙的战略地位 当然是前出控制 在附近争议水域的 例如马来西亚 印尼 文来 越南 菲律宾 等等的岛国 但如果面对美军 可能会有撤退的概念 所以他们最后的防线 还是细细的 我相信第一艦队 如果跟中国有冲突 也有机会在南沙岛 附近的情况 但我们要看 现在第一艦队 如果有盟军的支持 因为如果有盟军的支持 当然力量会大很多 印度洋海军 似乎可能要联合 美军在印度洋附近 是一个巡型 尤其是作出反潜战争为主 类似美国和日本 经常做那种演习 都是不停做水底反潜 这些工作 这种程度上 对印度相当好 因为首先 有巴基斯带的海军存在 另一个 就是中国 经常伸手进来的印度洋 而且始终中国在吉布提 也有一个基地 印度一定感受到 中国的包抄的压力 所以我相信印度 应该会欢迎这个政策 但他们可能需要 和美国多点合作 迫使到中国要放弃 在马尔代夫 或者斯里拉加 建立一些永久基地 如果真的能够成立第一 南帝国 中国在海外再建设 这些基地 就需要多一层考虑 否则有机会 可能会被孤立 舰队 也会有福报危机 另一个更大危机 真的在立员生命事上 中国要再考虑一下 究竟在立员生命事上 他们的海上巡逸 是否需要再加强 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 美国海军部长提出 成立第一舰队 介乎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 如果大家喜欢他们的分析 记得订阅他们的频道 我们现在都是进境为止 大家留意到 我们在27,000左右附近 不想不落 所以大家帮帮忙 推一推他 我知道近期很多新闻 distract了大家 其实我自己也有观察 个人认为 现在选战终于进入到 一个比较去到真刀真张的位置 例如说特朗普 已经建立了他的法律团队 正式入品 掌握了一些证据 例如选举舞弊 去到高一点的层次 已经去到一些事务 去组织舞弊的情况 不是一张半张 或者几十万张的问题 而去到质量的问题 不是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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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会大一点的 如果有兴趣 可能我们有机会 也会和大家报道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有观察 之前的零星 其实不需要观察 好,那我们在其他节目 再和大家再见 大家可以加入Patreon 另外可以有课金几个途径 好,我是你的节目支持Larry 我们在下一集再见 拜拜 变得到